《中文字幕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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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茶時看了許多茶書 久而間讀到《武玄行》這首詩 再看最後一句 《不知方見你,何路出煩龍?》 令到我想起維摩鐵經 如果我們看回這首詩的題目 它正是說在一間佛寺裡有一個茶會 佛教傳入中國後 哲理的部分、思想的部分、境界的部分 可能與文藝家的生活 拉上密切的關係 我這張《書香法》 是用到一些分行的方法 直行的地方 它固然擺動很豐富 橫行的地方 又不會一條線通氣 是曲曲折折折的 這是《寫行書》裡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覺得《行書》是一個很生活化 最貼近生活的一種書體 正是將哲學的思考 或者佛理的思考 融入我們的生活 就不會覺得這麼嚴肅 和這麼批煩 好,謝謝你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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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